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庆祝中国舌年新年的到来 纽约爱乐乐团12号晚间 在林肯中心举办了盛大的音乐会 这是纽约爱乐乐团连续第二年 举办的中国春节庆典活动 并成为纽约乐团的一大盛事 出席活动的纽约爱乐执行总监范贝斯 音乐总监吉伯特 以及中国指挥家于龙 对这项活动的举办都给予肯定 并认为可以进一步地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让美国友人更加认识中华文化 有世界一六月团来做中国春节庆典活动 可能纽约爱乐是第一家 而且我觉得能够保持这样的情况 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别好的推动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中国文化 除了对中国其他的经济发展的了解以外 更应该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 而在这场音乐会的演出前 主播单位还特别安排 陈乃妮舞蹈团的白蛇西龙与几鼓表演 将中国蛇年的欢庆气氛 带到纽约市的新障地带 林肯中心的广场 而在音乐会中 由中国新年的传统曲目春节序曲 拉开序幕敲响了隆历新年的终身 著名钢琴家汉考克 演奏中国当代作曲家 陈其刚的作品《二皇》 在独座部分即兴发挥 具有爵士风味的表演 让观众事如痴如醉 而中国的著名女高音声乐家 黄英演艺盏歌喉 演唱音乐会的重头节目 天地之歌 而来自中国四川 藏主女子民歌组合的雪莲三姐妹 也在会中高唱三歌 展现了中国民族音乐的传统 节目中最特别的是 音乐会上还演唱京剧选段 由天津军剧国家一级演员王燕 演唱《霸王别姬》中的贵妃醉酒唱段 让与会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印象深刻 当晚也举行盛大的筹款晚宴 主播单位表示 音乐会的部分收入将用作资助 纽约市华人社区公立学校的 音乐教育项目 华语电视记者杨展天 纽约采访报道 曼哈顿高与尼医院疗养院 今天举办新春联欢会 医院领导及众多乔领域 数十位其佬欢度舍年新春 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美德 在美国的土地上得以传承 联欢会首先以热闹的 五龙五师开场 在锣鼓声中 两头威风凛凛的狮子 在观众面前展示各种绝技 由高与尼医院院长 文锡利为狮子探亲 博得新年的豪彩头 随后由文锡利院长 致新年贺词 他说他从小就知道 中国的传统新年 今年是金蛇年 祝愿在场的不在场的所有老人都身体健康 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随后中华公所主席吴国基对在场的观众说 很高兴看到有这样一个温暖的地方 可以让老人们安享天年 希望老人在这里能够更加健康和快乐 接下来有众多高僧 为所有祈老诵经祈福 随后的节目里 连城公所的赵文生 为在场观众高歌一曲 博得满常喝彩 小朋友们精彩的舞蹈 让祈老人的脸上 展露出了慈祥又天真的微笑 院长在节目之后 为小朋友送上了红包 每位老人也收到了 节日的红包和礼物 在医护人员的照顾下 品尝美味的食物 观看精彩分成的表演 文希丽院长也通过镜头 向所有长者拜年 华尔电视记者赵璐采访报导 第十四届华部农历新年 爱新花车大游行 将于本周日隆重举行 这是农历新年游行的中头戏 也是中外游客的必看项目 本次游行将由本台及AM1480 做现场直播 届时本台还会以卫星直播的方式 将游行的盛况 转播给全美的华语电视观众 听众也可通过AM1480 收听整个活动 我们今次集结交代委最主要是介绍星期天年初8 2月17号的在曼哈顿这个华封的春节大游行 报告今次的新闻 所以我们历新年现在真的在主流社会 事与做我们今年的 更加繁荣 更加多的人来这里 今次我们这个春节大游行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游行队伍为在 在建立路跟Tram Square这一段 我们会停五分钟 因为我们已经申请这个 农历四年生存游行跳舞世界纪录 我们想在里面 大概有六千人到七千人 同一时间跳五分钟的 现在很流行的韩国的前马舞 会打破这个世界纪录 我们预计今年 会比去年的人数更多 大概有六十万到七十万 如果大概有时间 不妨来我们华封参观这个 游行春节大游行 谢谢 中国南京在取得了 2013年亚洲清运会 及2014年世界清澳会的主办权后 南京的清澳主委会及相关单位 今天来到纽约 向桥界宣传和推广 这两项体育盛会 中国古都南京 有着2500年悠久的历史 目前南京已经发展成为 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 充满活力的城市 近820万人口中 近280万人是青年 自从获得定于8月16号 在南京开幕的亚洲青年运动会 以及定于2014年8月16号 在南京开幕的夏季青年奥运会 主办权后 整个南京已经感受到 新体育赛事带来的活力 为推广和介绍这两项 亚洲和世界青年的体育盛事 南京亚青及青澳组委会 特别在中国新年期间 派出代表团前来纽约 进行海外宣传 这也是海外系列推荐活动的首展 据介绍将从2月16号开始 南京青澳会图片展 将在法拉盛隆重展出 届时有58幅精美图片 向海外侨胞及北美友人 介绍亚青会及青澳会 同时代表团还将参与 纽约华人社区的农历新年 庆祝活动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市议员顾雅明办公室等多个社区 及企业团体将于本月20日 及25日两天 分别在法拉盛和华部 举办新年爱心捐赠冬衣活动 为社区民众送上温暖的关怀 以低收入家庭而言 在延冬季节 最希望的就是有一件保暖的外套 包括市议员顾雅明及家建保险 中美医师协会 美国佛教联合会 及马其顿教堂等机构合作 举办的一项新年爱心捐赠冬衣活动 将在本月20日及25日两天 下午1点起 分别在法拉盛有连街的马其顿教堂 及华部扣斯提街的 美国佛教联合会两处发放 主播单位13日举行了记者会 宣布将分别发放100件的冬衣 将社区的温暖传给有需要的民众 市议员顾雅明肯定 及感谢协助这次活动的各机构代表 并表示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 举办这项活动 帮助社区有需要的民众 十分有意义 主播单位表示 捐赠东一地点的马其顿教堂 地址在法拉盛有连街37-22号 而美国佛教联合会地址 在华部的扣斯提街 物数号四一里市 华语电视记者杨战田 纽约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